今天白天各地多云道情 只有东半部恒生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震雨发生 那么晚上开始因为受到了南方云市的影响 北部还有中南部山区转为了有局部短暂震雨的形态 预估到了礼拜四会有东北风增强的情况发生 不过温度的变化并不大 紧接着到了礼拜天的跨年夜 又会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强度可能达到冷气团等级 到时候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大约是来到14到16度 而空旷地区温度还会在低个一两度 局部地区下探到12度到13度